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英国屋里面 最多问题出现的地方是哪一类问题呢 最多问题就是中央暖气 和排水系统 这两样东西 就是最常见的forge call 有部份工作 就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去做 尤其是涉及一些gas的boiler system 这些是涉及危险性的 一定有些问题就要找专业人士来处理 不是所有问题 每次都要找专业人士来处理 其实有些技巧我就想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不需要专业人士 只要有基本的工程知识 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甚至乎 自己都可以处理得到 现在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 radiator 暖板 这些暖板是行热水的 通常 是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暖板 很多时 用得久时 会出现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上面不暖 下面暖 上面可能很微的暖 但是 未能够 等于做得到 室内heating的感觉 上面暖暖的 或者甚至不冷 下面才暖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 整个都不是很热的 只有微暖 微微的暖 还要 下面那里 是凍个上面的 上面暖点 下面就凍点 总之外来说 它的效能就是有问题 我教大家怎样处理这两个问题 首先 研究一下哪个部分有问题 如果是圆圆全全 什么都不暖的 当然 看回那个boiler 那个boiler有没有问题 如果那个boiler没有问题 水后水都有热水 但是 在这些暖板 效能不行 上面凍在下面凍 这样 那暖板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开始讲了 第一个情况 如果是 上面凍 下面热的话 这个情况 就是 它里面凍了些气 在一个radator radator里面 因为它久而久之 慢慢有些bubble 的气 就凍了在一个高位 所以这个情况 都几容易处理的 有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些 这些叫radator key 它是怎样用呢 现在就告诉大家 好了 过来看看 每一个行热水的radator 一定是有这个walf 这个walf的作用就是 这个话 按着它 扭 它就会有些气 噴出来了 因为本身这个radator里面 它里面是有水压 一如你一开这个的话 它就会将上面的气 就push了出来 直到 它这些水 你开始看到有水射射出来 这样的话就ok 可以扭回它的 扭回它 这种radator key radator key 很便宜 可能买两磅银 三磅银 已经买到了 那就已经解决了 刚才的问题 即是说 这些放气 这样放了气之后 整个radator 会立刻暖了 那就已经解决了 刚才的问题 通常这些radator 其实 每年都要放一次气 如果那个system 比较旧 可能随时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都要放一次气 这样的话 就已经解决了问题 不需要叫一个工程师来处理 如果连这个radator key 都没有 省钱的 或者连两三磅都省钱的 那么 用一字批 一样可以处理到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找一个一字批 在扭下去 一样扭得到 那就 第一个问题 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radator 上面热 下面冰 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 它里面 有些slouch 因为里面的热水系统 是不断循环的 而喉管 就用铜喉 或者用其他金属喉 总之就是说 它那些金属 久而久之呢 它们就会有些scale 和有些slouch 因而它们就会慢慢积聚 在radator的底 很多时候这些情况就说 整间屋的 Ground 4那层 这些radator 就会多些slouch 而刚才我说 就是说 上面液了些气的情况 通常这些情况 就是在一楼 就是说最高的那层 一楼或二楼 似乎你现在有多大 但是最高那层 出现的机会 越多 那我说过slouch 那方面怎么处理 slouch方面处理 就相对麻烦 但是不是说处理不了 也都不需要一定专业人士处理 那我就趁现在 讲解一下 怎样处理 里面有slouch的问题 做这个之前 就要 确保自己有足够工具和准备 因为 处理这个radator的slouch 是要将头尾 拆出来成个豆出来处理的 所以就要 开了两边 的接口位 开之前 就要砸死它 这边 就拿开个cap 跟着 用工具 扭回十句 这些工具 另外 就看回另一边 另一边这里 就有一个教水量 亦都或者是叫教温度 视乎那个装置 这些 就要将它 这个 扭到零 扭到零 跟着 就要好好的保护地下 因为一会 开这些 其实我开了 开这些 connecter的时候 就会有水滴出来 记住有container装水 有些布置在地下 要不然它湿了 下面如果是木地板 就会伤害 确保自己的工具齐备 有些纸巾 布 这样吸水 这边 其实我也是脱了的 我试试说给大家听 脱出是怎样的情况 好了 过来看看 看一看 这里我过来 看看 现在这里 我已经放了水 放了水 我现在 就先开了上面这个 里面没有水 记住放好水 先做这些动作 记不记得 污汁汁的 骂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黑的 一滴出来的黑 可以的 即是证明这个 这个 有sludge 尤其是它连这些 膏位 膏位也有sludge 的话 即是这个里面 继续的sludge 就比较严重 正常来说 sludge 在下面 积聚 连上膏也有的话 即是情况 严重 记住了 自己准备定了 刺子之类了 因为 这个开了它的话 其实sludge 就会在这里流出来 其实上面流了 高位已经流得到 低位是一定很多的 接着 就开始 拆这个了 因为之前是浸了水 所以幸好 现在就没有sludge流出来 但是其实你都看得到了 其实这里都是有sludge的 接着怎么做呢 将整个radiator 抬出来 接着就拿出去 后院 outdoor 就倒回sludge 还有 用水 冲 冲行 去把sludge全部抬出来 OK 现在 就要把它抬出来 这个radiator 是金属做的 所以就很重 而且这个 比较大型的radiator 刚才拿出来 打側 倒在它 剩余的淡水 看看 这些黑黑黑的那些水 是不是 这些就是sludge 就是说 它底部就擠了很多sludge 里面其实还有的 一会儿就会出去用水 把它冲出来 就是purch它 让它干干净净 才挂上去 和安装了 现在呢 我就要同事和我一起 将它抬出去 准备处理 准备清洁 现在这个radiator 就搬出来了 准备 用水 冲行它 将里面的sludge 就冲出来 这里呢 我就放了一条喉 看不看 接着呢 就会开水 和打斜的radiator 就会冲下去 将那些水 污脏水 冲下去 那里 一会儿 你会看到有多污脏 我知道 好 水进去了 看另外一边 是否很厉害 那些污脏水 这些sludge 就在陆处出来了 这些就是陈连累月积聚出来的sludge 这个过程 都要比较长时间的 一定要将它冲得干净净净 现在的sludge 就不断冲出来了 看这些水 黑色的水 这些sludge 就像那些漿 积聚在radiator的底下 令到热水就循环得 不得有效率 变了下面就冻 上面就暖暖底 其实都不够热的 上面都 因为它的流通得不好 你看这些就知道 这些好像蜜汁那样 就是里面的金属管 长年累月 积聚在一些 生臭的金属 水里面的水垢 积聚在买 因此 radiator定期都要这样 purge 刚才说放弃 要冲走里面的sludge 尤其是 它是一些 地下层的radiator 就会特别多sludge 接着我讲解一下 boiler的基本操作 以及有什么 troubleshooting 现在拍到这里 最基本就是有个开关 根据这个统计 家庭电器之中 最多一个Ford Call的原因就是 没有开键 或者没有插键 如果有问题就看一件事 看看是否开键 另外 整个这个boiler 有不同的装置 我逐拍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 控制那个温度 现在 水的温度 46度 46度 但是如果你觉得天气冷的话 就可以调调 调调大一点 视乎当时的天气 气温一定 或者 客人 租客的要求 这个再调调温度 这个位置就是timers 它有三格 off 就是关了 这个钟仔 就是行它这个timers 这个on就是always on 即是不要管的timers 拍去哪个位 总之是长时间开 timers 留意一下 它有很多个pin 这两个代表 on 向外拍就是off 视乎有些人就喜欢 晚刻可能11点12点就关掉 拍去off 去到第朝起床 六七点 六七点 六七点那里教回去on 如此类推 另外有些reset 有时候它里面有个电脑板 它或者走走走 它梳梳地reset 有些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一样东西 很多时候有问题 就是这个 留意一下 它这里里面 显示它里面的压力 一般来说 指针指着 绿色就没问题 去到红色 如果0到1 就压力过低 如果来一边红色 去到2.3 甚至4那里 其实就是压力过高 现在来说 暂时OK 指着1 基本上都OK 很多时候 放在这一段长时间没用 例如 可能你转租客 有一两个礼拜 没有人住 就设置了 或者 刚刚呈交的 那间屋 可能空置了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之旅 它内在压力 就会 降到0 到时你开机 教timers reset 都不合格 它都不着了 这个情况 不用怕 不用怕 就算你本身自己 不是真的 在英国做的 专业工程师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又要少少基本知识 留意一下 下面一系列的管道 很多同管 很多难 我不逐条管 跟大家说 不过要留意一下 这里 有一个WARF 现在是打横闭了 这个WARF 控制 这个boiler的 压力 我试一试 这个 扭上去的话 就是 开 时时 时时 三分 操作这个WARF 就是看着这个 我尝试下一次 我现在开了 你会留意到 指针慢慢升上去 代表它补充压力 进入boiler 这个boiler本身不是落到0 它现在接近1 即是红线边缘 我现在开开 大家看到指针慢慢上 其实开几秒 它就已经回到上去 绿色的位置 在绿色的位置基本上ok的 然后记住 关闭的 这个键不是长开 记住 这个键不是长开 记住 现在示范一次 先拍一拍 我开了 开 接着有声 我不出声 大家听一下 是时时的 是否先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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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坏的 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这么多了 整个中央暖气系统有很多专业知识 我化繁为简 和将最常见的问题教了大家 用基本知识 已经处理了一般专业工程师要搞的问题 专业工程师当然他的知识更深奥 更多事情要处理 但很多时候问题比较表面 普通人都能做到工作 当然自己没有信心 找回专业人士处理就最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就这么多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投资者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